事情女大声遭学长跟踪长达五年酿砍人汉士 专家认为以台湾目前法律包含社会秩序维护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当受害人长期被跟踪 且双方未同居交往等根本无法申请保护令 政府当务之急因推动反跟踪骚扰法 但立法进度牛步形成漏洞 卫福部保护服务司司长张秀渊指出 日本针对跟踪骚扰有定定反缠扰法 明确界定跟踪骚扰的犯罪定义 有法源依据才能对跟踪者进行隔离 禁止但国内尚无专法 且当双方没有亲密关系 同居或数年满16岁以上非同居的男女朋友 无法根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申请保护令 但这起跟踪案件要构成法律上可提高 财阀本身条件可能不足 靖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工系教授王佩玲表示 许多国家都有反跟踪骚扰的专门法律 国内民间团队虽已催生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 并送进立法院却迟迟等不到行政院版本 他也认为这次实行案件不是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仅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提高 但才处不具威吓效果 财罚少得可怜 事实上一年根本罚不到几例 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9条 无正当理由跟追他人 经劝阻不听者可处三千元以下罚还或申戒 王佩玲认为 无法限制跟踪人行为 采除根本没 有威吓效果 张秀渊说 女学生虽二度向警政单位求助备案 警方口头告诫制止 但目前法律无法禁止她在接近受害人 后续也无法对跟踪者进行隔离或介入辅导 王佩玲说 跟踪一开始是跟踪者想掌握对方作息与试探 或知对方对自己的感觉 但许多情杀事件一开始都是受害者经历被跟踪的过程 因此第一时间就应先向警察单位求救 告知家人不能拖延 若是学生 下一步可告知学校 开启后续机制 包含对跟踪者进行辅导 告知双方家长师长注意 并协同学校学生共同警戒建立防治网 是新大学一名三年级男大生 宜应追求二年级女大生部 呈 昨天持雨藏的水果刀刺伤女生 造成女方要紧不受伤 警方已先将男大生带回警局 甄讯离清案情 记者黄维斌摄影 分享